海关总署刚公布的我国11月进出口的数据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不管进口还是出口都是远远低于预期的 把前面月份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很明显 出口跌了8.7% 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 进口跌了10.6% 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 明显这个趋势大家看不太对劲 首先出口这边我有两点观察 第一11月份我们对俄罗斯和东盟的出口在增加 在意料之中 但是美国欧洲这些却是下滑的厉害 尤其对美国大家看下滑了25.6% 说明全球大的经济体的需求都在下滑 这点从美国11月的进口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圣诞节囤货的季节环比肯定是增长的 但是同比大家看和去年比是下降了很多 第二其他出口都在下滑 但是汽车的出口增速却非常好 快90%的同比增速 这主要就是新能源车 说明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是真的起来了 最后进口这边除了原油以外 基本上其他的商品都是在负增长 原油的增速大家看也在下滑 而且这些数据都是按照金额算的 考虑了涨价的因素的话 这些商品的进口的数量更是下滑的厉害 说明国内的需求下滑的厉害 最后这些差的数据对近期股市的影响不大了 因为同一天我们国家发布了重磅的抗疫优化的新十条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也意识到不能再让疫情拖累 国内的需求和经济了 开始在转向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抗疫转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多大 我感觉对出口帮助不太大 但是对提振内需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还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数据才能证明 这点让我们事务以待